在這裡穿和服完全不會有一種很突兀的感覺 不少人來找我拍照 肯定是我整體的打扮都非常的好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我們來到淺草 要來體驗當地最有名的和服體驗啦 之前雖然有來過日本 不過因為當時還是學生 實在是沒有多餘的錢 可以來體驗看看和服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和服呢 最便宜最便宜也是要 大概6000到7000的日元 那在當時的匯率 1比3的話呢 大概也是要2000塊台幣的 那現在剛剛好日幣貶值了 而且也出社會了 所以這次來的話呢 就想來體驗看看 日本的和服到底有多厲害 那我們這次選擇的呢 是在雷門市旁邊的Vassara 他是在Google評論上最多也最高分的一家店 有2400個評論 但是星星數來到了4.9顆星 真的是非常浮誇的一個評論啊 那我相信他的服務也不會太差 而且這次在上網 卡和服體驗的這個過程中啊 我發現和服的等級其實也不合蠻多種的 而且價差也真的蠻大的 大概最便宜的就是6-7000嘛 那最高的呢 大概可以到2萬日幣左右 大概是3倍的價差 進去之後呢 再來看看他們怎麼解說吧 可以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我們已經換完和服了 可是呢這個和服體驗啊 我個人覺得還蠻多Mega的 有分本身和服的價位之外啊 還有其他包括 後面這個腰帶的部分 然後呢還有你的髮型啊 甚至你後面的髮字 最後呢甚至連你的 衣袋啊 還有包括鞋子等等 都是會有價位區分的 不過好處就是說 他其實都還是有免費的 那我自己看了之後呢 最低價位的這個 我好像沒有特別喜歡的 所以我加價換了一個 8000塊日元的和服 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一套 另外呢髮型的部分 那我也是加價加了蠻多 想說既然都來體驗和服了 我們就來一點特別的 加了最貴的髮型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我頭上這一顆 要價2200日元 大家可以看到花的部分呢 也多了蠻多朵的 是5朵 550日元 就給他 花下去了 不過最後在這個選擇 提帶還有鞋子的部分呢 我就沒有做加價了 想說比較不容易拍到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後面這個腰帶 如果你沒有做加價的話呢 是一圈這樣子圍過去 那如果你想要再多加一點造型 大概有八、九種可以選擇的造型 要加550日元 好啦 那我們接著就馬上去雷門市吧 GO 39號 熊 怎麼是熊 天啊好慘喔 把它吸在樹上 就不會把厄運帶回家了 都是香的味道啊 雷門市外也有超多攤販 這邊真的是一個很適合逛街的地方 而且我剛剛來的時候 發現這裡感覺還是個 抹茶聖地 到了這個雷門市附近啊 超級多店家都有賣抹茶的 街上也有超多人穿和服的 在這裡穿和服 完全不會有一種很突兀的感覺 不管是日本人 還是台灣人 甚至是一些歐美的觀光客 有三成的人都會來體驗和服 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是糖葫蘆耶 來這裡一定要吃的吧 吃看日本版的糖葫蘆 好吃 草莓不會很酸 好可愛喔 買了一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燒糰子 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就買了一個 看起來像是烤墨吉 那種口感 那外面這一層的醬汁 有點吃不出來 有一種很清淡的醬油膏的感覺 微微鹹鹹的 啊 弄得我整個嘴巴都硬 還蠻好吃的 看到了一個很酷的東西 叫做化妝堂 然後裡面有365天 挑我們的生日 三月 喔 這裡 然後它也有一些其他的 像這個好像是護手霜 欸 買到了 哇 好漂亮喔 這個股也太貴了吧 兩千塊的股 以前小時候最喜歡買這種吊飾了 但是現在好像沒什麼地方可以掛 日本的傳統玩具 還有我們知道的建議 好美喔 買了買了 在這裡就是當湊光光 扇子也好美喔 每個都好想賣喔 這人子好可愛喔 哇 好多無視刀喔 好帥喔 前前要變成喜歡的樣子 好啦 我們今天的浴衣體驗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下午一點多 然後穿到現在快要5點 目前11月份的天氣我覺得非常剛好 穿著浴衣走在街上呢 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 而且呢 我覺得這個木機的部分 可能會有些人穿不習慣 其實這樣走走逛逛的話呢 腳還是會稍微有一點不舒服的 我建議如果不會拍到腳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戴一個自己的鞋子 我覺得這次的和服體驗 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是一個到日本呢 大家都必須要來體驗的一個東西 偷偷跟大家說 我覺得我這一家的商品呢 是真的還不錯 真是很開心的一個體驗啦 好啦 那我們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